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上星期會說了一部份的護膚品 我們就事不宜貼繼續說下去 GoGoGo Mask方面,其實之前說過很好用的 我仍然覺得很好用和繼續用 所以這條影片就不多說了 有興趣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如果你有新加入的成員就有這兩款 這個品牌是FORBELOVED ONE 還有這個就是ETUHOUSE的Mask 一個便宜一個貴 所以他們的功效都是一個正常和一個不錯 是正比的整件事 這一款的Mask 我自己就覺得他們性價比高 我在香港買的 就會是一盒一個套,好像是8-2-10塊左右 COLLEGEN這一款是比較厚一點的 雖然他們的精華厚度也有嚇到的 但是你敷的時候它好像是白色的精華 不是透明的 所以會有一點黏黏 如果有些人不喜歡的話 可能是敷完需要洗的 但是我自己敷Mask 九成以上的時間都不會洗Mask 因為我是好像一塊海綿一樣 瘋狂地吸光精華的人 然後這一塊就是他們的透明質素Mask 除了便宜之外 我又不覺得它有一些很勁抽的功效 因為這一塊Mask 我看到上網的評價都非常高 我自己本身是期待很高地敷它 但是我覺得它的效果跟一些台灣的開架面膜 其實差不多 純粹可能是代替了一個普通的保濕精華的感覺 然後這一塊其實就是比較貴的牌子 它未至於去到專櫃那麼貴 有觀眾跟我說在極安健堂可以$199買到三塊 它是那種生物纖維面膜 摸起來不是一個Paper Mask 它是那種滑滑滑滑滑 我超喜歡那種感覺 一款是美白的 另外這一款是緊緻的 兩種效果都不是非常出色 有少少量白和有少少緊緻 但它們的滋潤和保濕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敷完那一天你會感覺到自己的臉是滿滿地充滿著一些精華補水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 但是性價比來說我覺得它不算很高 一個星期敷一次就差不多了 接著就到Kiehl's的這個牛油果醬面膜 這個名字是我幫它改的 因為它真的超像牛油果醬 它真的超像可以吃的東西 這一盒面膜其實它的用量都很大 我用了差不多半盒或三分一盒 其實我都是敷過三四次左右 每次有觀眾問我是怎樣用 它本身是固體的 要怎樣用呢 就是放在手掌上擦開它 擦到它好像牛油果醬 才敷在臉上 就會比較容易貼在臉上 如果你剛才一拆出來就放在臉上 是完全貼不到臉上的 用它的方法就是 有一點厚度一層的 放在臉上 就等十五至二十分鐘左右 然後它們就有一個 牛油果的洗面擦 它是這個樣子的 原本是白色的 因為我洗了幾次之後 它有一點綠色在裡面 我不知道它買的時候是否一定跟這個 還是特別版的時候才跟 一定要有這個刷 就算你沒有這個一樣的刷 你也一定要有差不多樣的刷 如果不是很難洗得了 靠手去洗可以洗到天荒地老 這個是小缺點 但只要有一種這樣的刷 這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覺得敷完它的時候 就不覺得很保濕的感覺 但是是有超級無敵軟化皮膚的感覺 還有它可以令到之後 塗的東西在我身上 是更加吸收的 所以我自己都可能 每兩個星期左右 就會去敷一次 敷它的時候 好處就跟gel mask完全不同 因為有些gel mask 它們會一直滴 然後很辛苦 你做什麼都不是要躺在這裡 這個是不需要的 它完全是貼伏在皮膚上 就黏住了 你怎樣移動都不怕的 你只要綁住頭髮 不要黏在面膜上 你基本上做什麼都可以的 然後還有五眼霜 一支Lotion和兩支油 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真的很努力去試很多護膚 想不想告訴大家它們的功效 這一款叫OAOA的霜霜 裡面的質地是一個比較稠一點的 Lotion狀態 聞起來沒有什麼味道 塗上去也是吸到好處 它不會太過稠 但也不會太流質 你塗上去的時候 你明顯感覺到它的滋潤感 然後它也可以推出來 但不算推得超開那一種 它的滋潤感在入秋來說是非常足夠 但之前我在夏天使用的時候 就覺得它太黏了 對我來說 它算是一個不過不失的 日霜晚霜都可以用到 我對它的評價就是這樣 然後就到Kiehl's的這盒霜霜了 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打開裡面 就會是這樣的設計 然後怎樣拿出來呢 就是這樣擠 看到嗎 它就是這樣擠出來了 它塗出來是非常非常強的滋潤感 而且是有一定的厚度 之前他們寄給我用的時候 天氣還是比較熱 我覺得它完全又濃又用不到 但最近天氣變得乾了之後 我覺得一塗上去 它依然是有一個滋潤度和厚度 我自己覺得太多 但它也算是快吸收 而且吸收了之後 那種厚度和厚度的感覺就會消失 那我自己就覺得 你一定要非常乾的皮膚 才可以用到這盒霜霜 如果你是乾到會脫皮 龜裂那種 你不妨去考慮用這盒霜霜 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說你是中性油性皮膚的話 這盒其實就不適合你了 就不要想去試 我覺得它應該會是太滋潤的 然後到這一盒其實是我昨天才收到的 一個Blue Tensy Beauty Balm 又是一些手工製造小眾品牌 他們寄給我試用的 我真的未用 不過我想跟大家說的故事 這個是我昨天放在雪櫃的效果 我昨天收到的時候 它是水流流的 因為它預熱的時候會溶 然後如果現在天氣放在室溫 它就不會再溶 對 那我就在雪櫃裡拿了幾個小時 我看到它也沒有溶的感覺 他們的店主教我用這個Beauty Balm 是不需要用任何精華的 是已經達到非常保濕和滋潤的效果 我自己聞上去 而且看上去 都是很像蠟燭的 那你塗下去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種油的感覺 大家看到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用過 對 它是非常非常像精華油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種雪到變了雪巴的形狀的精華油 但我暫時沒有太大的感受 然後就到這兩眼了 要一起說的就是 就是L'Amerc的這個質感霜 以及First Aid Beauty的Ultra Repairing Cream 因為上網很多人都說這個是一個便宜的妝品 但我自己是完全不同意這件事的 大家看到是用得非常殘 裡面也是用了一大半的 如果你是一個中性皮膚質 少少乾性 然後你不是怎樣化妝 想一眼霜霜走天癌的話 這眼霜霜非常非常之適合你 我自己用過這麼多眼霜霜 我覺得它的性格比 或者五角形星星的性能 我覺得它完全是超平均的一個 可以保濕和滋潤 你不會去挑剔它任何東西 但你也不會找到其他的功效 上網很多人說它是便宜版的L'Amerc 剛好我又有一個 當然是跟大家來講 對比 首先上面這一塊是First Aid Beauty 然後下面這一塊是L'Amerc 其實你這樣看下去都知道 它們的質地是完全不相似的 我推開一點點你就會明白的 一推的話 First Aid Beauty很容易可以推開 L'Amerc的話 其實它不容易推開 你看看到 推都不會變透明的 它是很有質感的一個霜霜 所以用法上其實它們是完全不同的 First Aid Beauty你絕對是可以 拿上去塗在臉上 但L'Amerc是不行的 它是比較稠的一個乳霜狀態 所以我自己的用法就是要用幾個手指頭 把它搓開它變得順滑的時候 才塗在臉上 然後功效也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First Aid Beauty它是比較保濕 滋潤都有OK中等程度 但L'Amerc我覺得它保濕的效果一般 但它滋潤的效果和修復皮膚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不覺得它們是一個 DUP 或者是一個平價版的 隨便一方 或者是貴價版的 隨便一方都不是的 兩樣東西的功能功效 用後感感受 價錢一切 其實都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然後就到一支L'Amerc 它的牌子叫做Jo Marge 是一個馬來西亞的小眾品牌 他們寄給我試用的 我自己用的時候都蠻驚喜的 我摺在手上給你們看 它摺一噴的時候 你看到它跟普通的L'Amerc沒有分別 但我只要... 你看 它好像拉絲芝士一樣 因為我手上有這麼多不同的皮膚 但早上我都會用它做我最後的步驟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不是一皮膚化完 就馬上化妝的話 這個霜霜可以拉絲到全日的保濕效果 真的很好用 但如果你之後用化妝的話 我就覺得它有少少偏黏 還有少少偏滋潤 如果你是一個都蠻乾性皮膚的朋友 有很多日霜你覺得塗完之後 在外面被風吹兩吹就已經沒有了 那這一枝我就覺得是非常值得去試的 但如果你說本身都很怕 連冬天都不喜歡有少少滋潤黏感的話 我覺得這一枝就未必適合你了 然後最後就到兩枝偏油性的產品 我就說了這個Triology 之前有條影片都提及過的 買過的觀眾都非常非常喜歡用它 黃色的液體來的 流得非常快 塗出來是很薄的一個油 晚上護膚如果我有敷到面膜的話 因為我沒有洗面膜的習慣 所以當精華吸收了 臉是會有足夠的滋潤度 不需要塗任何的眼霜 這樣我就會薄薄的滴兩滴 搓開這個油 去按壓在臉上 令到水分不會流失 而最後這一枝就是 Awareness Organics的 Serum 那這些 Serum 我跟他們有一個半合作的影片 就是做一個Give away的 因為我自己用完之後 實在太喜歡 所以就買了幾枝送給大家 那為什麼它是一個 Serum 但是我說到最後這個步驟才用呢 就是因為它的質地其實也很厚 我再多一滴給大家看 我才無法專注 你看到它其實雖然很流質 但是你塗上它 你看到光澤感 所以它的滋潤度其實是非常足夠的 那這枝對我來說 它基本上可以做到Serum 再加上最後一個油的步驟去做 那你塗了它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塗任何的Cream 在上面 因為它的滋潤程度已經非常非常足夠 去到日晚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一個懶人的Skin Care 而且它裡面的成份 全部都是一些原本的產品 所以你敏感 或者身體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用它也是非常非常放心的產品 那因為我有拍過影片 我不會說太多了 以上就是一些我這幾個月會用到的Skin Care 希望這些留言可以幫到大家 去選擇自己適合的入秋入冬的護膚產品 希望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身邊的 紅色錄的到三天 和白色錄的到十二天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畫面 還有齊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就可以看到一個影片 或者稍微有引起方法 請頂按正確 我們下條影片